8800亿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让朝野立委炒翻天 而现在亲民党也质疑 与其要砸钱盖轨道 不如先整顿农业 另外民进党籍的新北市立委 也批评朱立伦市府 没有事前沟通 就一口气提出4500亿的计划 要争前瞻 这根本已经超过 整体预算的一半了 行政院提出8800亿前瞻计划 让朝野党团炒翻天 国民党要求退回重新检讨外 亲民党团也认为 与其砸大钱在各县市盖轨道 不如拿出1%的经费 来救救地方农业 8800亿这么庞大的一个计划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项 针对农民的任何的一个补助方向 这个让我们觉得 这个是非常可惜 也非常的扼玩 但前瞻计划的争议不止这项 四位民进党籍的新北立委 也跳出来反批朱立伦 没有事前沟通就乱要钱 因为看看新北市提出的计划 包括轨道建设3756亿 水环境627.29亿 加上绿能以及城乡建设 总计要花4500亿元 根本超过了整体计划的一半经费 顿讽刺国民党一边喊着要退回 一边伸手要经费 国民党就一直在立法院的时候 国民党就一直喊 前瞻要退 前瞻要退 把前瞻退回去 看到那个报纸上 朱市长的发言 就是一直叫我们 前瞻要争取 前瞻要争取 那前瞻到底是要退还是要争取 如果他要跟中央争取这么多的预算 他应该要充分的说明 他的必要性跟他的可行性 而不是只是寄几张公文给我们 寄几份公文给我们 然后跟我们说他就是要了什么 他就是希望要要这么多钱 除了朝野立委大把前瞻口水战 前一天的五一劳动节游行中 劳团也抗议 政府可以拿出八千八百亿 盖轻轨养蚊子 却不愿意拨补劳保 眼睁睁看年金破产 无论是朝野立委 地方县市还是老百姓 对于前瞻基础建设 还存在许多质疑声浪 欢迎训练苏宏杰王长卢 台北报道